科目训练 右侧下方屏幕 显示的是舱外实时图像 画面中核心舱机械臂 有效作业半径9.5米 运动范围可覆盖整个空间站 用于开展舱段组装 辅助航天员出舱 舱外设备维护等任务 大屏其他信息 为实时计算显示的飞行相关状态 从左侧上方屏幕可以看出 组合体正运行在 我国国内地基测控站 与中级卫星共事跟踪范围内 右侧上方屏幕 显示的是实时数据驱动的三维动画 从中可以看出 神舟12号载人飞船载前 天舟2号货运飞船载后 与天河核心舱形成组合体 正稳态飞行 报告完毕 动三 请确认手套安装状态 明白 确认状态正确 动三 确认上至外侧指示 被刻度 明白 外侧刻度5 这上至内侧尺寸为刻度4 明白 内侧刻度4次 神舟12号 神舟12号 我是北京 请坐好与习总书记通话准备 神舟12号明白 过两栋三 请到核心舱就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神舟12号 神舟12号报告 通话准备完毕 北京明白 不吝点赞 能够达到最后 不吝点赞 神舟12号 神舟12号 我是北京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与你们通话 沈州十二号明白 对立 立笔 海胜同志 博明同志 红波同志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谢谢总书记 谢谢全国人民 你们是进驻天河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 将在太空 驻留三个月的时间 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 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你们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 生活怎么样啊 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感谢总书记关怀 我们的身体状况很好 各项工作 进展胜利 我是第三次执行任务 在太核核心舱工作和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 我们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有了长期载回运行的家 深处遥远退风 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 感到骄傲和自豪 报告总书记 我是第二次执行任务 能够参加这次任务 我深感使命重大 无上光荣 后续我们将执行两次出舱活动 和操作机械臂的 一系列技术验证实验 我们一定精心操作 确保各项实验圆满胜利 超高总书记 我是第一次进入太空 已经适应了施政环境 饮食起居和工作 都状态良好 还能与家人视频通话 我们的太空家园 很温馨 很舒适 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 充满信心 很好 看到你们的状态很好 工作也顺利 大家都很高兴 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做出开拓性贡献 你们是新时代 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 攀登者的代表 希望你们密切配合 圆满地完成后续任务 祝你们在太空工作 生活顺利 我们在北京 等待在北京 神州十二号 我是北京 习总书记 与你们通话完毕 请按计划 开展后续工作 神州十二号 明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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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二号 我是北京 通话活动正常结束 请按计划开展后续工作 神舟十二号明白 刚刚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与神舟十二号航天员通话 现在我们演播室 还是继续请到了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 空间站系统副总指挥竞争 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次天地通话 首先来问一下静总 作为航天人 看了刚刚天地通话的内容 有什么感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总书记到北京航天城 与空间站上的三名航天员通话 我觉得既是对航天研制人员的 鼓舞和激励 更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因为空间站载轨要飞行十年以上的时间 后续包括出舱 包括载轨的实验 包括平台的维护 我觉得这些工作还任中道远 我们现在才刚刚起步 我觉得后续我们在领导要求下 还是把各项工作做好 然后把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好 然后把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好 既仰望星空同时又脚踏实地 这就是我们航天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刚刚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刚刚我们看到天地通话的过程 航天员们不用带特别大的耳包 接着线 行动也特别不方便 有受限制 地面也不需要举着电话来进行通话了 这从直观上来讲 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天地通话 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进步 对 其实咱们从17当时神州5号的时候 航天员载轨 还不能看到地面的画面 实际它是眼前没有多少飞翼器的信息的 对 然后等到后来到神州10号 神州11号的时候 已经可以看到地面画面了 但是当时的传输的速率 高清的图像 数据量 还远远达不到后期的这些要求 所以到空间站以后 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技术 实际上今天 大家可能看航天员好像没带耳机 实际航天员是有一个古传导的耳机的 只不过是带官上直观上看不出来 对 不像以往 说带个大耳机 然后拿根线去那什么 现在是有蓝牙的耳机 连接的 WiFi的手机 连接的带蓝牙的手机 然后再通过WiFi 连接我仓上的相应的交换机 数据高速的数据处理器 再通过中级星磁电天地 整个这条链路 从有线 完全变成无线了 对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那么多线 对 看不到那么多线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两三位航天员 在太空进行的空间站上 进行的一系列操作 看到聂海胜是在进行 机械臂的操作的一个训练 然后刘伯明和汤红波是在进行舱外航天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安装的这样一个训练 通过这个训练我们是不是能解读出一些信息 就是下一步出舱操作的时候 可能是宁海胜要在操作机械臂进行辅助 另外两名航天员来进行出舱的活动 在节电舱附近 那么哪位出舱会不会是刘伯明 因为他之前就曾经跟宅志刚一起完成过出舱的操作 您能不能从他们这个操作当中来判断 他们下一步出舱进行的这个活动的配合 这个出舱应该说我们的航天员系统 对航天员在地面都进行了充分的演练 培训训练 这些他们技能都是掌握的 然后真正到底执行出舱的人和在舱内操作台的 还有观察辅助出舱的人到岗位分配 这个根据后续的任务规划会有明确 那我们这次出舱跟上一次肯定不一样了 那次可能就20分钟 就是出得去 这次我们要在外边能够进行工作 待得住大概要六七个小时 这个我们对于航天员 或者说我们空间站系统 有更高的技术要求 对 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比如我们空间站系统 是这样 空间站系统这块呢 首先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个天机电路 也是一个方面在这不展开说了 因为我的覆盖量覆盖面很广了 以往咱们可能一个交对接的过程 可能一个测控区就出了 但现在我的基本上覆盖面很广 所以我在出舱过程中 整个测控链都能覆盖 同时我的机接壁可以辅助航天出舱 真正航天将来出舱的时候 可以用身体线位装置 放在机接壁的末端执行器上 咱们叫手和脚 咱们的老百姓的比喻叫手和脚上 然后由手和脚承载着航天员 把航天员送到指定的作业位置 这样就可以提高航天员的工作效率 不像以往的航天员就挂钩 然后在舱外的爬行 这些都可以提高航天员出舱的工作效率 刚刚我们通过双视窗的画面 也看到了航天员在机电舱当中 对舱外航天服务进行的一个操作 从直观上外观上来看 就觉得那个航天服务比原来要鲜亮 就是功能上看不出来 但是从外观上来看 好像比以前要漂亮 是外观上有很大的变化吗 这个航天服务主要还是航天系统负责研制的 他当时27以后对航天服务进行了多项的技术升级改造 应该说现在的航天服 咱们看到的只是外观 实际他在通讯 在他自个儿内部也是一个小的生命保障系统 所有这些都进行了升级和改进 另外刚刚我们通过画面还可以看到 对于机械臂的操作 刚才你也提到了 机械臂其实是有一大一小两个机械臂 在出舱活动的时候 只能用到大的机械臂 还是两个都可以用到 出舱活动的时候用到大机械臂 因为小机械臂现在暂时还在实验舱一上 后续可根据实验舱一的发射任务 然后载轨 然后可以组成大脚壁联合开展工作 联合起来大概有15米长 15米长 联合开展工作您继续说 是这样 这次出舱辅助航天出舱 还是主要是大机械臂 在这简单 首先介绍一下大臂 大臂应该说有7个关节 9个自由度 然后中央控制器 末端直行器和万部肘部相机组成 然后其中咱们所说的末端直行器 有点像咱们的手和脚 前期实际新闻力痕 广大观众也都知道 它是可以实现蠕动爬行的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画面 我们的虚拟画面上看到 现在这个就是在上面 这个就是大机械臂 对 它现在你看 它抬起来的那个 就是叫末端直行器 然后它会抓下一个舱体表面上的 对 这个就我们就叫机械臂的适配器 您说这个就是它的手 对 它两个互为手脚 它去抓的时候就是手 然后它松开以后 就是这个 对 它连接上以后 它就变成脚了 然后松开以后 它就变成手了 对 两边就叫末端直行器 中间那个横过来那个就是关节 关节是实现转动的 直行器是实现与底下这个纤维器的抓取 捕获 而且这个捕获抓取 不光是机械的连接 不是说机械锁连上就完了 因为它抓住这个以后 它另外一个末端直行器就要松开 所以它抓到这个以后 它所有的信息和供电 揭闭整个的信息 还有这个供电与舱内的平台 包括摄像型这些东西 都是由这个执行器来传输了 所以它抓住以后 机械连接 然后供电连接 信息连接 就是这个抓住 再往那边走 又抓住下一个 就可以就是您所说的爬行和行走 对 相当于我每次换一个地儿 都换一个插头 但这个插头不光供电 还有高速的信息 还有图像的信息 好 那相关的情况 后续我们再慢慢地详细地了解 按照计划 中国空间站首批航天员 将会在核心舱逐留三个月 今天是航天员载轨飞行的第七天了 接下来他们还将开展 哪些重要的任务呢 我们再来连线 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 总台央视记者老春彦 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 春彦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 大家好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 就是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的空间站任务的总师 孙军 孙总您好 刚才天底通话的时候 您就在指控大厅里 您在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非常激动 也很自豪 总书记亲自到现场和航天员通话 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神舟12号航天员进驻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是航天人向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大礼 我深深感到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 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 我为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也感受到了您的激动之情 虽然孙总是接受过采访很多次很多次了 但是明显看得出今天是有点激动 刚才我们在现场看天底通话 发现特别的流畅 画质也好 声音也好 也没有什么食言 这是不是比上一次又有了很大的技术上的提升 是的 这次的天底通话的系统 我们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更高的大容量和高速率的升级 我们新一代的中级卫星系统 我们的天线口径更大 我们的传输能力更强了 我们空间站 它的功率也更大 它的发射功率也更大 信号质量也更好 图像和画音的同步性也做得更进一步提升了 所以天地通话的质量非常良好的 还有一个刚刚我们看到几名航天员 他们一个是进行了机械臂的一个操纵的训练 另外一个就是对出舱用的舱外航天服 进行了手臂的手套的安装调试 那现在这下一步的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 为出舱准备的怎么样了 出舱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十几天之后 我们可能就要实施了 在前期的话 机械臂的测试 载轨测试和控制 我们地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测试 那么航天上去以后 就要进行协同的演练和测试 因为机械臂的辅助航天员的出舱 是人 机械臂 空间站和地面 这么一个复杂的环境的一种协同的控制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后 我们后续就要开展人机协同 人币协同这样的一些测试和演练工作了 择机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航天员出舱的活动 现在我们大屏幕上是可以看得到 舱内的一个实时的画面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柱段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大柱段的一个画面 然后看到又一位航天员 他们正在搬一个包裹过来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两天也是特别忙碌 就是得拆包裹 然后刚才在天地通话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烫红波他特别提到 他自己来到空间站以后的一个感受 就是很温馨 很舒适 其实这也是我这几天在这儿 看他们的太空生活的一个强烈的感受 确实是非常温馨和舒适 包括在空间站的这个设计上 包括他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封闭式的卧室 可以把这个挡板拉上 然后就可以安静的是一个好叫 那在这方面你们地面的这个飞控中心这边 做了哪一些工作来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说比较温馨和舒适的生活 航天员入轨这一周以来非常忙碌也非常辛苦 因为主要要做入轨初期的一些驻流支持的一些状态设置 他们前期做了水箱的安装啊 卫生间的装修啊 还有安装厨房等等这些基本生活实施的这种保障 另外呢 也把这个货船很多带上来的这些科学仪器进行了安装 以便为后续呢 进行这个科学实验 那么后续的话呢 航天员呢 应该工作会正常 按照正常的作息制度来执行了 他们会正常的按时上下班 有休息日 我们地面呢 要为航天员呢 生活呢 创造舒适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要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要安排好科学合理的制定后续的工作计划 另外呢 要把这个空间站的环境控制得更适宜 温度啊 它的湿度 环境让他们感觉到非常好 另外呢 还有一系列的通信设施 他们可以和充分地利用这个网络的条件 信息通信的条件来和周围的环境啊 和他的家人啊 甚至和我们地面进行沟通 这样的话呢 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在太空的家 就和生活在地球上的家是一样的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那说到这个温馨和舒适啊 很多朋友也特别关心说航天员们 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吃上水果 这个问题呢 我昨天呢 也是特地采访了这个航天员系统的总师 黄伟芬 他告诉我说 这一次航天员们上天的时候 他们带了几十个苹果 那为什么带苹果呢 不仅仅因为它营养好 而且是可以进行比较长时间的保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吃起来的时候比较方便 而且他还跟我说到一个小细节 说当时其实苹果还有一个竞争对手 那就是橙子啊 但是呢 橙子的问题就在于 吃起来的时候 汁太多 所以呢 在太空上吃起来不太方便 所以最后是选择了苹果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 祝愿航天员们在太空的生活 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 也期待他们下一次的 这个重要节点上的工作 我们这里的情况就这样